机车行驶在永和环河东路 冷不防后方一辆轿车冲了出来 当场撞上 机车骑士被撞飞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没想到轿车驾驶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反而猛踩油门 加速逃逸 警方后报赶到现场 只剩遭撞机车留在原地 沿路都是零件碎片 幸好骑士命大 只有轻微擦伤 球星店骑车正要返回台北的陈信业务员 就在经过环河东路的时候 被后方的一辆轿车突然寸出来 当场撞飞 10月2号中午 陈信机车骑士行进环河东路往台北方向 突然被后方轿车撞个阵着 轿车驾驶沿路从环河东路往环河西路逃逸 最后过了滑中桥转进巷子就失去踪影 警方根据轿车车牌发现是辆出租车 寻见找到租车的流行男子 他公穿从9月5号开始和朋友合租轿车 不过当天开车的是无信友人 但他提供对方的电话和地址 却都找不到人 最后还说可能出国了 说辞反复 由于肇事车辆是出租车 租车的人和肇事驾驶不一定是同一人 再加上流行男子 疑似为了包庇有人刻意隐瞒 增加追气嫌犯的难度 警方将一一过滤沿路监视器 和肇事车辆等线索 一定要将赵陶驾驶省之以法 记者 阿公 杨曼 温思涵 新美食报道